青明杰要求很多民众都会借数生人并且使用金材 非常容易删除环境物件以及消防安全问题 主汉波塔和药民众资料不能输出分销 多方设定有金材集中区 可以聚取民众分销 作为为何环境的评计 青明杰要求因为技术在分销金材 由于造型空气污染 并删除小防安全问题 主汉波塔忽悠民众 免党输出分销金材 塔风有准备金材集中区 并且合作民众贴下所有民众 未有让祖先收买民众心意的问题 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客户对我们池云一直来的支持 那我们美到清明的期间 你看我们这边环境非常多人来拜拜 那我们同时也会呼吁我们的客户 我们在祭拜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香插在我们的金子上面 因为很容易有香灰掉下来 那也会造成很多低温闷烧 或是一些金子 它之后会产生易燃的这个情况下 那也会造成很多大火危险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提供专业的那个金炉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神明 或是我们的仙人都可以去比较 尊重的去想要你这个擦香的部分 那我们客户也希望说 我们在整体环境顾到环保也顾到 但我们现在也有提供我们的客户一个区域就是说 你拜完的金子我们这边都有提供一个金子的集中区 那我们也有提供专业的一个蝶纹 我们有请人员教你怎么书写蝶纹 因为我们没有马上烧 那我们之后集中环保烧之后 让确保你的仙人都收得到 那我们到时候把这个蝶纹放在我们的金子里面一起去做分化 那这个是对我们的整体环境啊 对仙人来讲都是最好的 当时踏风也希望民众在擦摆的时候 当中香直接插在金炉顶 香香有很高的温度 落在金炉顶能够造成温烧 尽力引发消耗问题 当时也能够造成本人的安全问题 好有民众社会主义 世纪新新闻内交最上乡彩虹不得 我们的波浪王的滥下 那你群子 艺术节 等你来玩 想到嘉义县大概就是在怎么样把一个农业县 转型为一个农丰大县 农业的部分呢 我们重点是在青壮农 所以我们特别创立了博本学堂 不管是农业也好 畜牧业也好 养殖业也好 要有科技的智慧 扩大逸程力 包括它的良律 除了训练出嘉义的农业的先锋部队以外 嘉义先政府创造一个嘉义优先的品牌 去帮助我们的农民行销他们的产品 大家知道台湾现在已经变成国际分工里面 高科技产品的代工厂 所以我们现在有六个产业区 可以跟台湾的科技链做整个链接 带动区域性的发展 也可以带动就业 我想嘉义县主要是一个改变跟专心 让嘉义人开始对未来有梦想 开始在想象这块土地 充满了火力跟想象力 我想这才是整个嘉义最可贵的发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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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